这个长得很喜庆的男子 结婚仅半年 老婆就要跟他离婚 他要求丈母娘 退还十二万彩礼 我说了 要钱就非内容 要命 为一家庭路 于是 一啥四可 非常令人诊异 老人孩子 场面是很惨烈的 到底因为啥 让喜庆憨厚的汉子 变成了河南大狠人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 2012年8月4日 地点和南省家见 民警接到群众报案 扎原乡村的一家养猪场内 有一对老两口被人杀害 民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 据了解 男死者名叫王广宪 58岁 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思眠 正当民警仔细勘查现场时 又接到一个村民报案 我们来到这个现场 我们就发现 他的女儿 还有他的外孙女 躺在这个床上 女儿就是 他的头垂在这个地方 颈部还有身部 都是刀伤 也就据此500来米的距离 王广宪的女儿 孙女也双双云灭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老民警 都被如此惨烈的现场震惊了 什么样的恶魔 连三岁小孩都不肯放过 一夜之间 一家四口全部遇害 刀刀致命 案情重大 民警决定在现场搭起指挥所 就地办公 据了解 另外 敌县场的血脚印 在500米外的王广宪家中 也再次出现 这说明两处案发地的凶手为同一人 还有一点 两个案发现场均无财物丢失 那说明凶手并未谋裁 接下来 民警对死者一家的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 村民们反映 王广宪夫妇有那么一丢丢傲慢 但总体说来人还算耿直 要说生意上有些矛盾 倒也正常 那也没到灭门那一步吧 那王芳芳便成为了焦点 此女二十八 皮肤白皙 身材娇好人人化 算得上一枚村化 她以前在深圳打工 06年返乡 一直干的是宾馆前台接待工作 这个王芳芳 曾经倒是有一段自由恋爱的婚姻 然而好景不长 她查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为了化解婆婆的不满 她与丈夫一起领养了一个孩子 然而婆媳之间的战火 依旧难以浇灭 终于在2010年 她与前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会不会是前夫杀人呢 经调查发现 前夫一直在郑州上班 不具备作爱事件 这个眼熟的男人叫张湛丽 是王芳芳的现任丈夫 案发前半年 也就是2012年3月 经没人介绍 二人相识 还为足月就草草完婚 然而婚姻并不美满 两人时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 而切磋五亿 这些武打场面 村民们也是不用花钱买票 就能看到的 要说这个张湛丽 也算是个苦命人 14岁就跟着老爹干散工 搞装修 还在海上打过鱼 哪里赚钱去哪里 村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 能吃苦 挣钱不要免 张湛丽的前任妻子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谁知儿子刚满月 妻子就排屁股走人了 之后张湛丽一直是光贵一条 后经没人介绍 他和王芳芳迅速组了家庭 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张 即使如此 张湛丽一个月辛辛苦苦 挣个五六千块钱血汗钱 全数上掉 王芳芳拿到钱以后 并不爱惜 光花在美颜上的钱 就去了一大半 张湛丽对自己说 妻子长得漂亮 自己也没啥本事 靠力气挣钱 都给老婆也是理所应当 能看出张湛丽 非常珍惜这段婚姻 她需要妻子的认可 然而妻子却并不买账 一时花钱一时爽 一直花钱一时爽 光花钱也就算了 还懒 卖在家里啥事不干 这也让张湛丽父母气愤不易 但张湛丽不觉得 她认为能娶个美娇妻不容易 要珍惜 然而老实的张湛丽 逼急了也咬人 面对王芳芳的自私 终于忍无可忍 有一次就动了手 谁知王芳芳 并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打不过就割碗 经抢救 王芳芳脱离了危险 出院以后 她就放了狠话 这辈子都不再回婆家 越调查就越接近真相 当民警找到张湛丽父母时 一切都已明朗 面对民警 张湛丽父亲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拖出 原来 案发现一晚 张湛丽喝大了酒回到家中 扬言要找王芳芳讨说法 眼看儿子提着50米大砍刀 父母当即跪倒在儿子面前 祈求儿子不要冲动 但张湛丽用刀架在脖子上 面目猙獰的说 今晚我们只能活一个 父母也只能做罢 老两口担心了一晚 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知道噩梦已然成真 民警立刻对张湛丽实施抓捕 2012年9月18号 案发后的第45天 嫌疑人张湛丽落网 面对民警的审讯 张湛丽开口就是王长 难道妻子要求离婚 她就要灭了妻子全家吗 张湛丽在民警面前供述了事情 原来妻子要求离婚 跑回娘家后 张湛丽为了挽回婚姻 在村里找了几个长辈帮忙 提着礼物去丈母娘家说起 谁知道王芳芳是王八吃秤妥 铁了心 这婚非离不可 还顺手把老长辈带来的礼品给扔了 而且还连轰带踹 把几个老长辈也撵出家门 张湛丽的父母眼看着婚姻 已经无法挽回 想着当初结婚给的那12万彩礼 其中一半还是找亲戚借的 那好歹也退一部分彩礼回来了 王芳芳也很坚决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其实张湛丽的真实目的 还是想尽力挽回婚姻 也为从内心来讲 她是真的爱着王芳芳 但直到案发当天 也为她听到的一句话 让她顿时起了杀心 她上午在一个农药店买药 王芳前夫的父亲在说 儿子准备和王芳芳复婚 听到这话 张湛丽内心的善良被彻底击碎 想到这尼玛结婚才不到半年 非但彩礼拿不回来 这么快又跟前夫又好上了 张湛丽的底线被突破 瞬间变成了一头凶猛的野生 当时先就是杀了你媳妇 那当时旁边那个小女孩 当然三岁左右 当然为什么要杀那个小孩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走的时候 小孩醒了 他醒了 我就走到门口 那有点 除了他死 知道吗 洗洗睡吧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 就算了 就算了